佛家所谓的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 你能带去的什么呢 能带去是你的夜 你的善夜 帮助你生三善道 你的卧夜帮助你去生三善道 统统都是往生 到哪里去往生 过人有过人的夜报 所以你是独去独来 再恩爱的夫妻 两个人造的业不一样 去处不相同 这个不能不知道 只有一个方法 去处可以相同 那就是念佛求生进度 早年会议员大使给我们做了证明 员工 在庐山 东林 见念佛堂 志同道合的一百二十三个人 个个都往生 往生 当然不是同事 有些有后啊 后往生的人 泥头来借引 都看到先往生的人 跟在阿弥陀佛的旁边 一起来迎接他 这就是说明 命中捐起还可以在一起 大概只有极乐世界 除极乐世界之外 就不可能了 那么你自己的恩爱 你要是明白了 觉悟了 确实只有这个办法 甚深深世事 永远在一起 怎样才能够真的实现 那就是 每一个人心里头 都要把阿弥陀佛装进去 心里不要想别的 通通向阿弥陀佛 我心是阿弥陀佛 你的心也是阿弥陀佛 他的心也是阿弥陀佛 这就是 元公动灵连世 当初的办法 那咕咕都往生了 在这个世间 大家聚集在一起 修行 到极乐世界 也聚集在一起 修行 这是一个 可靠的方法了 我们永远不会离开 我们永远不会离开 最近我看到有几封信 过地的同修们 希望有缘分 跟我在一起 共修 今天我把这个方法传给大家 确实可以永远在一起 那你的心 里头要有阿弥陀佛 不能有净空法师 有净空法师 不能往生 有阿弥陀佛 你就能往生 这个很重要 大家记住 能阿弥陀佛 shaped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